涡轮 这两个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可是呢以前我们只可以在外国的品牌看到涡轮增压的车款 一直到 2011 年 Proton 在旗下的 Exora 上面导入了涡轮增压引擎之后 我们才看到国产车终于有 Turbo 啦 可是呢因为当时这个 Campro Turbo 它的稳定性不是那么足 所以呢市场普遍对它有质疑 一直到了 2017 年吉利收购了 Proton 的股份 我们才可以在新的国产车上面看到新世代的涡轮增压引擎 另外呢Proton 也在 2020 年的年初呢宣布他们会导入新的 1.0 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讨论看看 未来有什么国产车会采用涡轮增压引擎 首先我们要先聊一聊Proton Proton 其实在今年的年初已经确定了他们会引进新的 1.0 涡轮增压引擎 至于Proton 为什么要引进这具引擎呢 我们分成几点来分析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引擎的生产线 目前Proton 所有车款的引擎都是在本地生产 包括了 ASIA 的 1KR VE2 引擎 而未来Proton 要引进的 1.0 涡轮增压引擎 代号是 1KR VET 其实就是基于这一具引擎所搭造的 所以Proton 未来要在本地生产这具引擎的话呢 它的工厂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升级就可以生产了 在这个便利度来说啊 在供应的速度来说 以及在这个成本来说 这样的做法其实都是比较合理的 再来呢 我们预测会采用这具引擎的车款 就是Proton 的全新SUV D55L 而普遍上我们认为是D55L原型车的车款 正式 Daihatsu Loki 它采用的也是这一具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98PS 峰值扭力 140 Nm 虽然我们看数据啊 这个引擎输出好像不是很出色 但是不要忘记哦 涡轮增压引擎的峰值扭力 大概是在2000转就可以产生 再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扭力值啊 其实和 Myvi 1.5 差不多 所以呢实际上它的加速表现 应该会比 Myvi 1.5 还要强 在市区驾驶的话你可以感觉到这台车是更轻盈更好开更灵活的 另外呢 我们预测除了D55L以外 未来Proton Myvi 的小改款也很可能搭载这具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个引擎要大量生产 才可以降低成本 而Proton Myvi 是这个Proton Myvi 最畅销的车款 如果这件引擎出现在Proton Myvi 身上 Proton Myvi 可以通过大量的生产来降低这个引擎的成本 另外呢它可以提升 Myvi 的竞争力 来和未来可能出现的Proton涡轮增压车款竞争 所以呢 Myvi 出现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几率还是很高很高的 如果 Myvi 出现了Turbo 相信很多年轻人应该会非常兴奋 说完了Proton 我们来说一说Proton 因为有这个李爷爷的照顾 所以Proton未来可以获得很多资源 旗下的这款大量采用涡轮增压引擎 应该也是事实啦 目前呢Proton旗下只有两款车型有涡轮增压引擎 一款就是S70另外一款就是Exora Turbo 未来呢还有S50 以及未来的新车会加入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行列 其实关于Proton新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已经有不少的传言啦 最近更有网民目睹呢 Proton引进的GEX1在本地进行测试 这款车型搭载的是1.4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车型已经非常老旧啦 引进本地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所以呢我相信更大的可能性 Proton是为了以后的测款呢 所以引进这一具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进行本地测试 来印证它的耐久性 其实这一具引擎是一具非常普通的1.4公升 4缸涡轮增压引擎 是吉利自己开发的 最大马力是 141PS 峰值扭力 235Nm 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引擎的数据好像不是很出色 但是它的油耗表现还不错 所以它是一具节能的引擎 再来它是采用这个Timing Change的设计 所以日后呢你可以 节省一笔 非常可观的 维修费用 所以呢这具引擎很适合使用在像是 Proton Persona Proton Iris 这样比较入门的车型上面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啊 未来马来西亚版本的 Proton S50 也会有这个1.4公升引擎的 入门版本哦 个人觉得啦 这一具引擎其实还蛮适合取代老旧的 Kent Pro 引擎 因为它油耗不错 动力也还可以接受 所以相信本地的消费者应该还会蛮习惯这具引擎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大家很熟悉的1.5公升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带钢内置喷技术 这具引擎呢它的技术含量 比起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1.4的涡轮引擎还要高 因为它是吉利还有我我共同合作开发的引擎 未来呢 Proton定位比较高的车款 应该都会采用这具引擎 包括了像是S50啊 以后的这个S70啊 传说中的MPV 还有传说中的全新舌弹 应该都看得到这具引擎的存在 这具引擎的数据啊 在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里面 算是相当优秀了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177PS 峰值扭力255Nm 我甚至还希望Proton可以把这具引擎放在Iris上面 打造一个Iris GTI出来 诶...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 之前巴基斯坦的媒体有报道 Proton会在巴基斯坦市场 导入这个Proton Saga 而巴基斯坦版的Proton Saga 会采用全新的1.3引擎 这具1.3引擎是什么引擎 暂时没有人知道 但是巴基斯坦的媒体表示呢 这具引擎的排气量是1299cc 而CAMPRO 1.3的排气量是1332 很明显它们不是同一具引擎 我们去Google了一下 发现这个排气量啊 其实是吉利的另外一具 1.3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1.3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133PS 峰值扭力185Nm 你看这个引擎好像好不出色对不对 没有关系 因为Saga的车重大概只有1000公斤而已 如果Saga真的搭载这具涡轮增压引擎 相信加速表现应该会很恐怖 如果Proton Saga真的出现涡轮增压引擎的话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确定了 Proton在未来 全线车款涡轮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涡轮其实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了 相比起国外 马来西亚市场的涡轮进度其实慢了非常多 但是相信在未来 占据市占率一半以上的国产车采用涡轮引擎之后 马来西亚市场步入涡轮引擎时代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所以呢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在未来真的必须要去接受 以后的车款都是涡轮车款的 另外这个涡轮引擎对改装爱好者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涡轮引擎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改装潜力 涡轮引擎要升级 安装一下晶片 刷一下ECO就可以获得更强大的马鱼了 现在就连Proton S70这样的家庭车 都已经有升级套件可以使用了 更何况其他的车重呢 对不对 有涡轮增压着车款不改一改 像话吗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对这个国产车即将迈入涡轮纪元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你的每一个comment我们都会去看 所以赶赶留言吧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完成